新鲜的青草加上玉米棒子就可以直接加工饲料颗粒 像这做好的绿色饲料颗粒用来养养养牛的行不行呢 这颗粒如果卖一块钱一斤 咱养殖库会不会亏本呢 你好 回味儿 张一 有位粉丝看到我们之前的视频 对这种绿色饲料颗粒很感兴趣 非得找我买几十斤 要回去测试一下 那你看一下今天我们准备的原料 新鲜的拉拉羊 干的玉米棒子 这老哥也是想用新款的颗粒精 但是就怕做出来的颗粒牛羊是否就不好 那今天我们就拿这台新款的300颗粒机 给您录制一个详细的视频 像这台设备呢 内部是磨盘不转压粒驱动 里边有两个加宽加压的压量滚轴 动力非常强劲 配套的是三项电 22千瓦的六级电动机 磨盘不转压轴驱动 这是新款的300颗粒机 内部有两个加宽加压的压量滚轴 做圆周运动 稍微长一些的草料 粗一些的草料 包括玉米棒子玉米芯都不需要粉碎 丢进去直接就可以挤压成四料颗粒 设备配套的是22千瓦电动机 动力也是非常的强劲 现在呢 绿色的四料颗粒已经开始做出来了 刚开始啊 玉米棒子碾去的时候 速度稍微慢一些 随着时长的增加 这出现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另外新款的颗粒机 还有210型 260型 可供咱们养残库选择 连玉米芯 玉米粒完全碾碎以后呢 和青草混合在一起了 这个颗粒颜色非常的漂亮 您看 绿色的四料颗粒 但是啊 有个问题 我要提醒大家啊 这种绿色四料颗粒呢 虽然漂亮 但是含水量太高 它不能长时间储存啊 咱们做好以后呢 尽快给它用完就行 另外呢 原料呢 像辣辣姜啊 新鲜的玉米 结果的 牧草啊 还有这个够树枝 够树叶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咱们新款的颗粒机 这个颗粒呢 等我们稍微掉晒以后啊 就给咱们粉丝啊 直接安排发出 其他朋友啊 如果也有特殊的要求